7日的超级明星竟沦落到打零工,每天吃泡面馒头度日。尤其是嫁入豪门的他,近况根本惨不忍睹。 7日的超级明星竟沦落到打零工,每天吃泡面馒头度日。尤其是嫁入豪门的他,近况根本惨不忍睹。 有些明星转变身份后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还有一部分明星则没有那么幸运。当昔日风光不在,这些明星就只能放下身段靠打工度日。 郝绍文。郝绍文当年小小年纪就以偏才奇才的名号著称,在娱乐圈小小年龄早已身价不菲。 不过因为听从家人安排,郝绍文依然淡出娱乐圈,专心学业。 校准的郝绍文为了减轻家人压力,寒暑假时间都在打工。 。 虽然现在有付出机会,但是郝绍文依旧坚持只有周末及寒暑假才有时间。 。 而其在寿司店打工一天才赚200多元,但却很享受这种生活。 。 金伟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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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中国梦想秀舞台出现了一位昔日红遍上海摊的老歌星金伟玲著名的歌曲《绿叶对根》的情谊也由其首唱。 当年的金伟玲甚至击败过歌后巍巍,毛阿敏如今这个曾创下过八十万张单和卡带销量的歌手,却落魄终点攻。人声的蜕变让星光不再,也让其显得更加潦倒无光。 杜德伟 昔日的实力唱江杜德伟曾一度是歌迷心中的,不败偶像可惜由于当年被控藏独招记等一系列问题,杜德伟身败名列,一下子跌落谷底。 好窄,跑车都不再拥有,一度住在三十多平方米二十一年楼龄的残楼里。 徐怀宇。 当年以活泼女生形象走红的徐怀宇,如今再不是当年少男梦中情人的形象。 不过退出娱乐圈后徐怀宇过得并不理想,打工微博的收入完全无法生活。 。 2009年决心付出的他与经纪公司签约,可惜厄运再度降,同年3月23日无辜蒸发,为履行合约,被龙眼告上法庭,违约官司缠送至今。 他的房子,车子也被龙眼公司提出假扣押。 如今是名福奇史的平民天后,生活也煞是可怜。 。 陈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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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患上忧郁症而退出歌坛搬往外地,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和联络,据说住处只有一台老旧电视机,十分萧条。 陈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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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上抑郁症。 向海澜。 当年的港姐冠军向海澜,一度被视作TVB力捧花旦,只可惜一心渴望普通人幸福的向海澜,毅然退出演艺圈,选择上海打工。 入境的她拿住上海普通白领差不多的薪水,奔跑在写字楼,俨然成为一个普通公司员工。 虽然没有了高收入,或许这也是向海澜所渴望的平静。 张震嬛 说起张震嬛不少人也都停留在其当年五星的风采之上,不过可惜星途暗淡后。 张震嬛郁寡欢,成天酗酒,并且患上躁郁症,时而闹事身无分文的她。 后来被介绍到一股音乐大师张鸿一包妹的餐厅打工时薪一百台币,约25元人民币,不过身上却也承担不少债务,生活压力很大。 温赵宇 当年人见人爱的小童星温赵宇,因为出演多部电影而出名,当年的小彬彬角色更是让观众深爱不已不过随着职业转变,其也颇为不顺。 先是餐厅被关,随后妻子又与其离婚如今为了养活两个儿子,她只能给爷爷的土鸡餐厅打工,过住简朴的生活。 陆明君 当年退出娱乐圈嫁入豪门的陆明君,或许真正把人生大起大落品尝殆尽。 时运不记得她跟老公收到金融风暴影响,一下子从贵族变成贫民。 为了给老公分担压力,选择上班,并且生活十分节俭,更要试试精打细算。 曾经月收入几万如今也就几千而已。 这未免也太惨了吧。 没想到离开演艺圈,生活一遇到了困难,真的很难再像以前一样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